台湾面临缺工问题 有消息传出 原本预计12月底与印度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 新增印度为移工来源国引发各界讨论 工商协金会理事长吴东亮也表示看法 我想印度的移工只是一个来源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基本面 因为台湾实在是缺工 我想所以只要是有好的quality的 这个劳工的来源 我们都应该去了解 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增加供应 对于引进印度移工的消息 行政院和劳动部多次强调 与印方签署MOU的日期未定 目前还在恰伤中 不过随着人力结构改变 因应未来人力需求 政府推动移工留财久用方案 6号启用了服务中心 让雇主可以将聘雇的移工 转为中阶技术人力 我们在确保国人的就业权益的前提下 让在台工作达一定的年限 还有技术纯熟的移工 另外就是在经过我投注大量的教育资源 所培育的这些桥外学生 那么毕业后能够转任中阶技术人力 劳动部表示截至11月底 移工留财久用方案 已经留用了两万一千多人 外来设定每年新增留用两万人的目标 希望雇主可以善用这个方案 把优秀人才留在台湾 新藤也在电视 林秋霞高进轮 曾清敏台湾台北新竹报道 好 第三在我们右手